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注旅游他也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旅游报道 随着夏日气温逐渐走高 漂流玩水成为许多市民出游的热门选择 除了传统漂流之外 现在许多景区也兴建了时下最流行的高空漂流 位于南昌湾里世子风景区的隧道高空漂流 不仅可以让游客清凉解暑 感受惊险刺激 还能让游客看到美轮美奂的灯光秀 可谓是一次漂流两种体验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韩 现在我的位置是南昌湾里的狮子风景区 我又来这了 这个夏日炎炎 要想偷得清凉半日闲 光爬山显然是不够的 得玩水 得漂流 这有吗 这有的 全长三千五百米的高空玻璃 滑道漂流在狮子风登场了 今天我带您去好好感受一下 什么叫清凉一下 什么叫水上的刺激 走 大多数漂流需要游客自驾前往 但是狮子风高空隧道漂流 交通十分便利 入口处就设在狮子风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旁 游客可以搭乘540公交车直打门口 在现场可以看到 许多游客正在排队 等待搭乘皮花亭欢乐细水 有的游客表示 自己昨天已经来过一次了 今天是特意带朋友来二刷的 我已经是第二次了 二次来玩 对 因为这个很好玩 很湿急 到那个玻璃滑道上呢 就是比较惊险了 有四个转弯口非常湿急 而且还能看到下面的花海 很好很好 感觉非常好 而且我是第二次也叫朋友们过来玩 一起来感受一下 真的有这么好玩吗 口说无凭 试试就知道了 狮子风隧道高空漂流体验员韩骏 出发 狮子风隧道高空漂流 总长三千五百米 分为三大段 刚刚进入的隧道漂流 共有七百米长 此时水流速度比较缓和 在迷幻的灯光下 游客们开启了一场 如梦似幻的旅程 前面就是浪漫的灯光秀 这个时候我就恨了 自己为什么是一个人做的 特别适合您怎么样的 带上我们的另一半 在这个浪漫的容冻中 感受出一股新凉 隧道配有五彩灯光 机关喷雾 清凉水帘 音乐喷泉等布局 让人仿佛步入仙境 奇幻又不失浪漫色彩 穿过这段长达五分钟的隧道后 马上进入漂流的高潮部分 一段非常刺激的急速狂飙 穿越山林峡谷 在惊险刺激中 真的好高啊 一个急弯 观众朋友们 特别的紧张刺激 前面有一个大弯 在丛林中 在透明的玻璃滑道上 真的会增加一丝浸张的感觉 开始水块飞溅了 这段滑道长达一千五百米 却只需要三分钟 就可以高速滑过 四个大弯 再加上几十个小弯道 落差一百二十米 皮滑艇 在水的推动和坡度 双重作用下 遇到急速转弯处 非常刺激 水花一浪 高过一浪 太爽了 渐渐地慢了下来 给您缓一缓 让您的心情 放松放松 它这个狮子峰的高空漂流 设计的很人性化 一开始五百米呢 在洞穴里边 让您静静地感受一下 暴风雨来临前的安逸 可以在洞里呢 跟您的另一半 好好聊聊天 一出洞 哎呀 一顿操作猛如虎 现在呢 又如履平地一般 你看 前面就是 美好的田园风光了 虫鸣鸟叫 草垫 稻田 还有农家的小院 哎 又快了又快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又快了又快了又快了 它那时不是给你点惊喜啊 就在你最放松的时候 以为没事的时候 突然给你来这么一下子 随着水流放缓 这趟高空漂流 也迎来了尾声 但是我们的旅程 并未结束 到达终点后 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片开阔的湖面 想要失身的游客 那可就来对地方了 这里有一天 五百米的水面面 可以让大家玩得很精心 让你成为一个 深风水域的农船 没看到我身体的游客 除了快的游客 快抓住我来 开心了 开心了 爽不爽 爽不爽 除了老少街仪的快艇 还有刺激的摩托艇 水上沙发 水上飞鱼等等项目 我们的韩骏 当然不能错过这些 他要替大家吃吃螃蟹 先来试一试 有多好玩 刚才那个快艇 我个人把它称之为 这个狮子峰的农机快艇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船上面 水波和敌心力的作用下 您根本无法抗拒 会上下摇摆 上下摇摆 特别的爽快 带感 但是如果说 这还不能够满足您的话 那我推荐 下面这一项 水上沙发 水上沙发 是一项由摩托艇牵引的 水上娱乐项目 坐在沙发上 感受波浪的高低起伏 当摩托艇加速时 沙发飞离水面 犹如驾程急速风筝 遨游在空中 急转弯时 整个沙发又悬空转弯 好像赛车飘一般刺激 沙发飞离水面 本来我想着呢 我水上运动的经验很丰富 应该这个水花 波济不到我的身上 结果你看 这个水上沙发 是我第一次听说 第一次体验 真的 你办公室的沙发 舒服多了 惊险刺激多了 三个人 在这个沙发上面 前面一个 大马力的活动艇 带着您往前飞 您十二会往后仰 十二会往左翻 十二会往右栽 还会腾空跃起 特别的惊险刺激 像国家闹海一样 那种感觉 所以说 应用那一句话 狮子风请去的水上项目呢 不一定是 你喜欢的样子它都有 而是它有的样子 您一定会喜欢 所以说 来狮子风请去 感受一下这五花八门的 网红的水上项目 让您这个夏天 开心 灿烂一些吧 近年来 景泽镇福良县 姚里镇 五华村 汪湖自然村 通过发展生态旅游 让老百姓的日子 是越过越红火 五华村 地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 姚里风景区境内 汪湖自然村 是姚里景区的核心区 与安徽省交界 海拔1618米 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4%以上 生态环境优美 高山出好茶 五华山海拔高 常年云雾缭绕 使得这里的茶叶品质高 无污染 村民靠着向游客出售高山茶 每年收入可观 我家茶园有十多亩地 高档茶叶有五六十斤 您收入可增加三四万元 这几年随着姚里 旅游发展 给我们村的土特产销售 带来了升级五一年 可以销售茶叶香菇 香肥 葡萄豆腐等四百块钱 能带来经济收入 十百万元 近年来 湾湖村依托原始森林 南山瀑布 千年红豆山等生态资源 发展旅游业 全村人员参与 年收入人均达三万多元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 全省各级的文女资讯快报 眼下正是杨梅成熟的季节 南昌安逸县各杨梅园已进入采摘期 酸甜可口的杨梅吸引了许多游客 前往游玩品尝 据了解 今年安逸县每亩杨梅产值效益近万元 促进当地农民增收 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日前 由江西卫视和广州保洁联合主办的 健康传中国主题活动 江西第一场在吉安正式启动 据悉 健康传中国教育与公益项目 坚持与中国的卫生和健康事业同行 致力于向一亿人普及卫生知识 与正确洗手方法 引导儿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希望能给更多家庭带去全面的义军保护 赏美食看美景 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您可以下载手机江西台客户段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